在新一期的国族大名单当中 北京国安编后卫李磊再次入选 他已经离开国家队有一段时间了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位置有竞争 另外也跟之前的伤病影响到状态有关系 这次回归还需要他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于李磊这名球员卡纳瓦罗也是比较喜欢的 他曾入选过国家二队 当年李皮带着国家二队跟卡纳瓦罗率领的天津拳舰队进行热身赛 卡纳瓦罗在现场观战 对于李磊的表现他觉得非常不错 并且向李皮做了重点推荐 边缘球员到新晋国角李磊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 李磊之夜生涯第一个高光时刻出现在2010年 当时效力南昌横远的他曾经打出过一脚石破天津的世界波 那个时候的李磊年仅18岁 18岁就能以球队主力的针份踢中抄 就足以证明李磊的天赋 不过就当人们以为一颗超新星正要冉冉升起的时候 李磊却遇到了瓶颈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似乎越来越趋于平庸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5年 已经23的李磊加盟北京国安 他的职业生涯就此迎来了转机 来到国安阵中 李磊迅速成为了国安在边后卫位置上重点培养的对象 毕竟在周庭和张欣欣之后 与林军已经多年没有合适的边后卫人选 在这种情况下 李磊在每堂训练课上都显得格外努力 属于李磊的机会很快就到来 在2015年的亚冠联赛中 由于赵和静的意外受伤 李磊迎来了他在国安生涯的首秀 那场比赛国安两球战胜对手 但是李磊的发挥却很难令人满意 由于双线作战 国安在那一年采取了大量的流化 李磊也在联赛中获得了九次首发机会 不过他的表现距离一个强队主力球员 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周庭离队后 李磊主动接过了四号战袍 对他来说 这既是鞭策 也是压力 新赛季身批四号球衣的李磊 成了与林军的绝对主力 到了2017年 李磊在国安队的位置愈发稳固 发挥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个人巅峰 当年李磊是中超各队中高程度跑路最多的球员 充沛的体能 让李磊成为了掌管一整条边线的球员 李磊的体能在中超绝对是数一数二 身体对抗和比赛态度也相当积极 属于典型的拼命三郎式的球员 此外 李磊还不断加练传终和定位球技术 对阵贵州横峰 李磊的投球功能已经越过门线 只可惜裁判的误判葬送了他的努力 主场面对天津拳剑 李磊终于取得了他在国安生涯的首个进球 不过 在那个输球的夜晚 李磊丝毫没有找到任何高兴的理由 在2017年底 李磊被底批看重进入了国家队 只可惜在对阵重庆的联赛中 李磊带伤上阵 导致的伤情恶化 他也因此透过了跟随国足 征战12强赛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 国安对于李磊的评估相当的准确 出色的身体条件 经验精神 以及职业的比赛态度 对于李磊来说 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国家队的大文 也会一直为他敞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